好,回來了 現在就講一宗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Dell 這個大熱電腦 他真的聽美國政府的操作 美國政府那時候就說 美國政府的供應商 要看看自己有沒有中國的零部件 在他們的生產中 大熱電腦現在在批劃一件事 就是2024年前 停用中國生產的晶片 已經通知了供應商 根據媒體的報導 Dell 出了說 旗下產品需要大幅減用中國製造的零件 這是根據美國那種指示去做的 其實美國政府是有指引的 現在Dell 就近度做 我想Dell 佔了美國政府採購的市場比也很大 他這樣做合不合理 他都要看自己的生意 所以沒有辦法 現在根據日經的報導 就這樣說 Dell 在去年年底 就說了給一些供應商知道 大陸產的晶片就不要用了 中國大陸 就算是外商 在中國大陸工廠生產的晶片 也是要減少 Dell 的規劃就是2024年前 所有產品都會改用 在中國以外工廠生產的晶片 他的規劃就是這樣 中國以外就包括了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不是中國一部份 不是中國大陸一部份 除了晶片之外 現在Dell 有些消息說 電子模組 PCB 電腦版的原件供應商 都要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有產能 現在在說什麼呢 就是越南、印尼那些地方 就要有產能 最後要說到就是印度 如果供應商不聽Dell 的說法 會怎樣呢 其實就沒有了單位 現在除了Dell之外 因為衛普、HP 都開始看 供應商的零部件 那些產品在哪裡 但我自己有一部 即是HP 即是衛普的電腦 我現在正在用 那部電腦裡面的零部件 大部份都是中國製造的 那就是 我認為HP 它就很難 將生產和 即是 陷機的業務 撤離中國 我認為根本 不可能 如果是HP來說 另外就是 做一部 Notebook 電腦 即是那些 手提電腦 中國的供應生態 其實是很完整的 如果你不在中國生產 你可以在哪裡生產呢 其實其他地方暫時都做不到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現在DELL 好像真的要打散供應鏈 還有 美國的政策 是 現在是堅做 即是 川普時代 其實是講一下 沒有做這些事情 即是講一下 要一些東西搬回美國 那些 其實川普的做法 我想是想講一下 數目 即是便宜一點 但是拜登 現在是堅做的 所以這不是很好的消息 就是這樣 如果 戴耳 這個DELL 他真的 是 禮真的 那麼 這個趨勢可能 逆轉不到 即是 可能 他 遲些就會搞到HP 都會做類似的 但是 你說 暫時做不做到我 其實都是很懷疑 暫時我認為都是做不到的 那麼 那麼 空威斯 他就說 現在這個時候 就不要有希望有太大的變動 為了美國的變動 和中國的變動 都不要有 走了 租央的永遠都是我們 那麼 現在 那個情況 當然是不理想 那麼 那麼 就說 說真的 我真的不喜歡DELL這間公司 對銷售員制度 一些人性化都沒有 很多年前 他想拉我去 我都不去 其實 我講話給大家聽 美國現在的企業 他大部分都是 這個我自己操淺的看法 美國的企業 大部分都是不人性化的 就像我HP的電腦 那個風扇 就有問題 我不是說中國製造的東西 有問題 有時候一定會有些產品 他一定會有些瑕疵 那麼風扇 我當然也都用得多 就是 用來畫圖 那些什麼 就是 那個 GPU的風扇 當然會容易打塞 那麼 就差不多到打塞的邊緣 那麼 我搞了很久 才可以叫他 送一個 悶得的風扇給我 我搞了 應該是幾個禮拜 為什麼我搞了幾個禮拜 因為 最初跟他說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的產品沒有問題 阿知阿佐 那些 他又要直播 又要直播 接著 打電話又沒有人聽 接著又去WhatsApp 這樣 就是 我每天只能花一點時間去做這件事 結果我搞了幾個禮拜 才可以把風扇處理好 那個問題是 所以整件事是很麻煩的 拖得車 柔一言 就是秦剛 在華郵發表了署名文章 就說 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 就是關乎地球前路命環 地球足夠容納 兩國各自發展共同範圍 美國就很明顯不相信這件事 還有 美國呢 其實現在在高科技產業的領域 其實就要收中國批 其實就是 就是 我的看法 應該沒有錯了 現在應該要收中國批 還有 美國的企業 也知道政府有這個政策 現在 抵制這個政策也沒有用 所以 Dell 才要跟那些供應商說 你的PCB 晶片 那些我不要中國做 那些電腦版 那些我不要中國做 根據華爾街日報 它之前的報導 就是中國海關統計顯示 11月的時候 中國客戶 就買了23億美元的 晶片製造設備 這個數字呢 就是2020年5月以來的新低 這個進口額 在2021年6月的時候的封值 就是40億美元 華盛頓他們什麼時候有出口管制的呢 其實就是 規定最初是先進晶片和有關的製造設備 規定最初是先進晶片和有關的製造設備 就不能夠出口去中國 這樣呢 這個是防止什麼呢 防止美國技術 遭到中國 利用來提升軍事和監測的能力 本來呢 本來呢 國家呢 在2022年 那個晶片廠 的興建活動呢 是領先全球的 其實就是 本來是領先全球的 但是 去到10月 立即出口管制 立即打槽 現在 美國佬是 不講武德 我們經常都是講不講武德 他現在這樣搞 其實也都不適合 美國的管制 就不單止是 禁美國公司 出口先進晶片和裝備 也都 會控制其他國家 將他們自己裏面有美國技術的產品賣給中國 所以整件事就很麻煩 現在是 看上來 美國的企業 就配合美國政府的操作 但阿琛時代 又見不到這些事情 現在說的是 拜登時代 都來到第三年 嚴格來說 進入第三年 進入第三年的時候 中國算是賺了兩年時間 有兩年的時間 算是可以做一些該做的事 但是第三年 拜登一定是出盡力去打中國 其實就 是打得很厲害 收權量又說 美國制 零售價多少 如果iPhone我都用不起 其實現在他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他們的資本操作就是要把那些生產線 有些就搬去越南 有些就搬去印度 有些就搬去印尼 他們是打散搬 有一部分會不會搬回美國 其實高端那些 就是用機械人裝的 他們可能是搬回美國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車車車就說 不一定搞完一大輪 結果都是中國做 然後送去越南印尼 鐵牌寫越南做印尼做 最初我想都會是這樣 最初那些供應商 一定是鐵牌的 一定 我認為是粗錢的看法 因為沒辦法 一聲就有工廠 最初一定是中國做的 接著去鐵牌 接著 但是你說鐵牌 會不會有內涵呢 在越南 我覺得他們都可能要打到有內涵為止 其實就很難搞的 現在是 現在是難處理的 這個問題 你要用人類命運共同體去化了 美國這種操作 其實是 但是現在搞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遲了一點 現在是 是難處理的 香港藝民說 每件事都有臨界點 美國兵令各大機構 棄用中國零件 最終都會觸發臨界點 發生反效果 那我也不知道 那個反效果會是怎樣 暫時真的不知道 暫時你看到的情況就是 美國他們那些 政客 現在真的 某程度上 在拜登之下 是團結了 對付中國 之前阿特朗普做 他都沒有那麼團結 阿特朗普做的時候 其實 美國的 生意人 他的 遊說團隊 是不斷在華盛頓遊說 現在某程度上 你看到美國的商家佬 他放棄了遊說 尤其是他出了 那條 這麼嚴厲的 出口管制法律之後 還有寫得很廣泛的 裡面 還有 商務部一早就出來說 美國是 你可以申請豁免 但是你要預算豁免 是申請不到的 所以 這次 我又覺得 這次也是大埔領落 你說 要怎麼搞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老實說 你說是不是很悲觀 我又不是完全悲觀 但是你要搞晶片 起碼要搞三五七年才有效果 現在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之前搞晶片 有些人又是混蛋 收了國家的津貼 又是做假的 又是搞這樣的事情 那些人真的很賤格 明明國家有困難 還要去掠國家稅 這些是人渣中的人渣 MHA 0030 說 磁能線 連磁能線都會 一定不可以在中國做 磁能線都 磁能線都要找其他地方做 算了講到這裡 這件事真的不是好消息 昨天我看到的 我也呆了 這樣也可以 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講其他話題 我們下次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